我只是要求离婚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让你回家等通知 等法院立了案我会通知你的 我只希望你们判得利索点 你要利索 两人协议离婚算了 好说好散呗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她不愿意 好了 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的 我走了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看托尔斯泰老人说的太精彩了 你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离婚就像谈恋爱一样 能把人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和最丑恶的东西展示出来 把她的地址告诉我 好的 清产管理局近日联合决定 将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 对各部门各地区和各级国有企业单位 清产合资工作的情况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对查出的问题将区分自查与被查的界限 按照实事求是欢言适度的原则进行处理 汉江湖北天门段昨天发生一起恶性沉船事故 船上25名乘客全部落水 到发稿时为止 已救出10名落水者打捞上9具尸体 还有6人下落不明 6月10号 湖北省仙桃市25名打工农民 乘上天门市多祥镇 摇湾村村民刘续清 父子俩驾驶的机动木船 准备到江汉以北打工 当船快行至天门市摇湾渡口时 突然船前舱吃水随之沉没 船上25名乘客全部落水 事故发生后 当地政府调动11只船100多人进行打捞 到当晚7点 一个控制惠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特大贩毒团伙 另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上海警方和吉林长春市警方 近日也分别破获了一个毒品犯罪团伙 这三起案件显示 各地警方的扫毒力度正在加大 同时各地禁毒的形势依然严峻 广东城警方摧毁这个控制惠州 及其周边地区的特大贩毒团伙之后 共抓获贩毒团伙成员12人 吸毒人员15人 缴获海洛因3800多克 及大量赃款赃物 价值近百万元 据警方介绍 这个贩毒团伙持有刀枪等作案凶器 在惠州一带进行毒品交易 已近两年 作案手段相当隐秘 上海警方经过近半个月的侦查 近日一举摧毁了上海近年来 破获的最大的一个毒品交易点 据了解 这个交易点从去年年底起 由广东将走私入境的毒品 运到上海向吸毒者出售 最多时每天有70多人次来此购买毒品 这次行动中警方共拘捕案犯40多人 据初步审讯 这些人大多是无业人员和个体户 有的多次被抢制戒毒 吉林长春市警方 破获的是一个种植加工贩卖一条龙的毒品犯罪团伙 目前三地警方正在顺藤摸瓜加紧调查 以期扩大战果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曾荣获1994年度六项奥斯卡大奖的美国影片 《阿甘正传》本周末开始在北京上映 所以这一次 就觉得现在主要是夏天呢 在这玩可以开心点 那您觉得就是说观众能消费得起吗 现在基本上是消费得起 主要是片子好了 他们还是很花钱的 没点什么娱乐活动啊 什么娱乐 车里边听听办到底 跟客人聊聊天 叫咱们点娱乐 我觉得就有好多地方 不管隔天五天 消费什么太高 一般我们在公共这层的人 我觉得都消费不行 是吗 那看夜场电影 您觉得能消费得起吗 差不多吧 反正不是天天来 那就是说 现在适合老百姓的 这普通老百姓的 这个消费场所很少 对也就是看看电影了 观画公园了 再什么 现在有夜市了什么的 也就是这个了 您觉得周末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就是 关的很早呢 我觉得是关的很早 要是跟南方比 那是北京还是 这位观众的话 可能也代表了许多 都市百姓的心愿 休息的时间多了 那么大众化的文化娱乐 及购物场所 是否也能再多一些呢 人们的生活习惯 在逐渐改变 那么商业服务业等 长期延续下来的固有观念 是否也可以做相应的改变呢 甚至于是否可以 吸取国外的一些做法 把都市的繁华延长到深夜 让白天无暇去商场的人们 在周末的夜晚 悠闲自在地逛街购物 凌晨五点记者看到 许多看完通宵场的观众 拖着疲惫的身体 望着空荡荡的街头 这是中央抬不到的 随着新功实质的实行 公园在城市居民生活中的位置 变得越来越重要 今年春季 济南市的各大公园 就着实火爆了一番 热热闹闹的游园活动 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 也给公园带来了新问题 今年春季 济南各大公园热闹非凡 独出新才的活动接连不断 像济南植物园举行的大地回春 大明湖公园举行的 九五中华民族风情艺术节等活动 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游客 据了解 随着双休日的实行 人们逛公园的机会越来越多 公园再单靠几十年不变的老景点 已经满足不了人们业余生活的需要 于是许多公园就举办一些 文化韵味浓的游园活动 这些符合公园特点的活动 受到游人的欢迎 同时一些游人也反映 我国用于首饰品的黄金 年均在300吨左右 是世界最大的黄金消费国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 上海北京等地一些金店销售额下降 部分金店改行甚至停业 九五年以来 上海金店业出现负增长 全市已有二十多家金店改行 在北京一些金店顾客寥寥无几 生意十分冷清 有的已经调整营业 转而经营其他商品 据这家金店的经理介绍 过去他们的日营业额可达十万元 而目前只有两三万元 所以我们不得已 现在一看我们这个柜台 就是已经在持续了两年的 专营店的基础上 我们已经改造了 就是在我们的精英范围之内 增加了很多的工艺品 据统计 全国目前拥有金店一万多家 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如北京王府井不到五百米的街道两边 就有近二十家金店 竞争激烈导致客源分流是必然结果 另据了解 利润低也是困扰金店的一个主要因素 由于国家对黄金实行统一限价 扣除所有税款 每克黄金只有几元的利润 难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 有关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的个人黄金消耗量只有0.2克 不仅人均拥有量低 而且广大农村还有许多空白 黄金市场仍有巨大潜力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观众朋友 今天的晚间新闻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为您安排的是体育新闻 我们明天再见 当地群众文讯后纷纷捐款捐物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给处在失去亲人的恐慌中的六名女婴 一些亲人的安慰和关怀 这六名女婴中 有三名从广西到郑州时 被长期放在包裹中 大脑严重缺氧 后又被人贩子溺于水中 达10分钟之久 被救到医院时已经气息奄奄 其中一名女婴由于伤势过重 经当地医院多方组织抢救无效 于3月31号晚离开了人世 另外还有两名溺水的女婴 没有脱离危险 目前正在全力抢救 在抢救六名女婴的医院里 医护人员还在日以继夜地 守护在女婴身边 文讯的社会各界群众 纷纷赶到医院看望这六名女婴 他们自发组织起来 为这六名被贩卖的女婴捐款捐物 这是河南台报道的 对于生活在钢筋水泥丛中的城里人来说 近年来城市绿地显得越来越少 因而人们对绿色的渴望也就越来越迫切了 近日沈阳市政府做出决定 他们将在今年把被非法侵占的 20万平方米绿地还给城市 近年来沈阳市绿地被侵占现象较为突出 一些公游人娱乐的公园里 办起了汽车修理厂 劳务市场 一些单位在揭露绿化带里 随意开办市场 设置广告 标志等 使大片绿地被毁 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市容形象 市民反应强烈 为保护绿地还利于市民 沈阳市政府决定 将今年定为沈阳市全民绿化年 并将于今年内 对非法侵占绿地的十几家单位 进行拆迁整顿 这是辽宁台报道的 早在几年前 我国就以明令禁止出售国外旧服装 但是目前卖国外旧服装的现象 在一些地方又有所抬头 在长春的市场上 就大量充斥着这种洋破烂 这些卖旧服装的大部分 位于长春市的繁华地段 而且业主多数没有营业执照 他们所卖的旧衣服 都是从广东等沿海地区进的货 据他们介绍 不但进货很方便 而且当地市场管理部门 对出售这些旧服装 也没有加以限制 只要每月交50元管理费就可以 今天我们还接到两位天津观众来信 反映同一个问题 一位观众在信中说 在天津大多数服装市场上 也对我这种洋破烂出手 而且天津还专门经营洋破烂的市场 其中有一家最大的 位于泵不到的居民区 最近这个居民区的 两间工商管理办公室 居然也变成了洋破烂的精品屋 经国家卫生部门证实 目前已经发现了 由于穿着这些携带病毒的 非法进口的旧服装 造成危害人们健康的病例 为此 卫生部门呼吁 那些贪图小利的购买者 要引以为戒 而各地管理部门 对贩卖旧服装的行为 更应该严厉打击 予以坚决取缔 今天长春传来消息说 长春市有关部门 已率先对市场上 非法进口的旧服装 进行了清理销毁 下面请看简讯 大连台消息 今年首批破产的 两户企业的506名职工 分流安置工作日前结束 在这两家破产的506名职工中 自找单位和自谋职业的 有244人 占48.2% 比任何时候都多 在就业办公室负责人指出 今年这个市还将有 10户以上企业面临破产 在就业人员安置 不容乐观 江苏台消息 为构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道德规范体系 江苏严城市委宣传部编写的 《明规》一书 近日出版发行 《明规》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精华 和现代文明教育相结合 图文并茂地宣传 维护功德 敬业尽责 文明礼貌 诚实守信 尊老爱幼 助人为乐 遵纪守法 建议勇为等做人的 基本行为规范 遼宁台消息 日前 遼宁双台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发现大量欧群 其中 黑嘴欧 红嘴欧 海欧 银欧 虚浮欧的数量较多 这些欧是三月份 从澳大利亚和我国南方 迁徙到这个保护区内的 他们在这里 栖息繁殖 当地人说 近年在保护区内 看到这么多的欧群 还是第一次 后悔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